没想到日本的最强剑圣公本五脏竟是洋人 这直接让穿越到古代的阿宽三观炸脸 可剑圣在父亲口中是那么威武霸气 但你再看眼前这个正拉着尿 尿完还擦在阿宽身上的人 哪里能跟剑圣公本五脏联想起来 更离谱的是剑圣本该是为了荣誉而战 但他竟用武士快骗别人伪装成他 让他代替自己被弓箭射死 而他则躲在树上偷偷发射弩箭 这行为简直是对剑圣两字的侮辱 可未来的剑圣传说中明明记载着 剑圣打败了白虎子将军 并且拯救了大金与驻剑师的女儿相爱 但没等阿宽说完他却闻到了一股交温 原来远处的一处村庄正燃烧着 一瞬间阿宽慌了 因为他穿越到古代导致历史被扰乱 原本该成为英雄的功等五脏 此刻却只知道金钱没减 现状阿宽连忙诱惑剑圣 说记载中他获得了许多黄金 并且还娶了驻剑师的女儿 她是全日本最美的女子 不料没等阿宽说完 一个女子突然一巴掌呼在剑圣脸上 原来她就是驻剑师的女儿 为了让剑圣保护他们的村子 驻剑师为她打造了宝剑 还给了大量报酬 可到最后剑圣却没去拯救她 不仅村子被烧了 驻剑师还为了保护女儿被抓了起来 而现在剑圣却还在这里喝酒 并且狡辩她之所以没去都是被阿宽搅过去 但英子现在并不想听她狡辩 一把抢过了剑圣的剑 既然剑圣收钱不办事 那么她只好自己去救出父亲 可她一个弱女子如何能做呢 剑撞阿宽连忙劝说剑圣 然而看着喋喋不休的阿宽 剑圣直接一拳打了过去 她现在只想找个地喝一杯 等到阿宽被羊刀舔起 剑圣早已不知去向 但好在通过路人指引 阿宽发现了最倒在树下的剑圣 为了将这坨烂泥浮起 她直接将剑圣按在水中 可不管阿宽怎么劝说 剑圣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给阿宽气得再给她按了下去 历史因为她的到来已经发生了改变 不能再有更多变数 但现在谁去救英子呢 突然她看到了一旁剑圣的衣服 而这时英子正被十二的大汗包围 就在她快要支撑不住时 穿着剑圣衣服的阿宽出现了 面对十二个持刀的武士 阿宽只是眼睛一闭 结果对方的剑就全到了她脚下 这帅气的银幕直接给英子看待了 不料这时武士还想挣扎拿起跟剑 可下一秒弓剑突然消失 同样跑到了阿宽手里 终于武士怕了逃了 看着逃跑的武士阿宽还不忘大喊 让他们知道打败他们的是剑圣公等武藏 这时悲救的英子 也瞬间对伪装成剑圣的阿宽十分感激 明明上一秒还甩了剑圣一巴掌 下一秒就被戴上了门 看着全日本最美的女子向自己说了 即便是阿宽也招架不住 但一旦她摘下面罩就会暴露 那样历史将再次被改醒 于是阿宽只敢在暂停时间时摘下面着 看着面前如此美丽的女子 阿宽爱上了她 但为了历史她忍住 只给英子留下了满地的樱花 事后阿宽带着衣服找到了剑圣 并且向她说明了情况 一听啥也不用干就能白捡的老 剑圣答应了去拯救英子的父亲朱剑圣 不料就在她刚走到门口时 三只剑圣直接贯穿了她的心脏 这一幕直接给阿宽下手 她立马拔出了射中心脏的剑圣 天女的温暖 她立马拔出了射中心脏的剑圣